今天是第40天的佳林 我們一樣佳林累積確診數 也是在271人 核酸檢驗陽性率降到0.18 篩檢數是15.4896人 不斷的增加是好事 表示我們都有在做社區的監控 居家抗原快篩有4748人 居家隔離人數6人 累計居家隔離人數3178人 我們平均每位確診者的居家隔離人數 還是在12人 因為是佳林 所以也是沒足跡 再來報告我們現在打疫苗的總控 12-17人有6.8226人 我們接種6000控16人 你會說很少嗎 不會 都會在預定時間之內煮好 但是因為這是新的疫苗 我們不敢說一粒六手 就大量 你看像恩主公的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不熟悉 所以就出狀況了 那我們就讓第一場 就讓大家去學習去觀摩 你會回去各國鄉頂 他們就自己去依照各國學校 依照整個月去處理 所以我們第一禮拜 資料有比較慢 但是這禮拜已經在加速了 我們18-49 林口租有580000控637人 已經接種298567人 所以我們18-49 這年有51.42%的人都已經接種過了 來50-64 林口租有26.897人 已經接種15.9531人 接種率有到59.3億 都逐步的在提升 65-21545人 已經接種16.828 我們的接種率又到了78.08% 所以50歲以上有484442人 已經注料32.7731 我們50歲以上平均 已經也有67.66% 那如果從18歲開始算 有100控6500控50人 我們已經接種62006298人 我們18歲以上也有58.8% 那我們12歲到17歲 這年就是國高中住的部分 所以我們12歲以上的林口租 就是133.376人 我們現在接種率已經有到55.8% 後來大家在家家有還沒預約的 快點上去預約 後來給大家報告 第九期就是18歲到22歲 65歲以上 40歲以上 第九類租BNT 到9月27到9月29號 今天 隆重有4.4292人 登記 完成預約有3萬6千控73人 我們在9月27號有16143人來打疫苗 9月28號有11684人 那今天也有8386人 平均我們的施打率都在98% 後來高端的朋友注意了 我們的第九期有個高端 我們的第九期有個高端是在9月28號之前 你間隔滿四週打第二劑 施打的時間在9月30跟10月2號 這部我們意願登記有27,382人 完成預約有2萬控536人 那這個部分請我們高端的朋友 9月30跟10月2號 依照你預約的時間地點 趕快來打疫苗 後來 我們六十八歲以上的中壁 我們的莫德納第二劑已經來了 在我們7月22號之前 我們末六十八歲醫生 還是原住民末六十歲醫生 那你接種第一劑的莫德納 有10週以上的 我們從禮拜一開始就再發放通知單 那在10月1號到10月6號 會來注射疫苗 一樣你要帶新聞情建保卡通 在接種醫院書跟小房卡 我們六十八歲醫生 中壁我們已經照射 請傳理長幫你吩咐 你如果問題要緊幫你傳理長來聯絡 9月27到10月6號 有BNT高端莫德納 有的是預約有的是照射 所以我們總共有255的接種站 2533點 讓大家究竟施打區分時段 避免群聚 那感謝我們29間的醫療院所 感謝179間的診所 衛生素27間以及快打站 我們這次射到20個站 總共有40個場次 感謝所有醫生護士 好來 第10期我們要來打A字 那對上是真對64會到50會 你說65會以上 因為我們之前有煮2倍了 另外1倍你還沒煮到的 我們下1倍會再幫你通電 好來9月30之前 第一季滿10週 來預約的時間 記得10月3號到10月4號的下午4點 請你一定要到1922平台去預約 施打的時間是在10月6號到10月12號 那另外我們65會以上的中部 我們會從10月催逸 12催逸的請川女長 還給你發送 我們10月6號7號一併來施打 來這拜託 我們65會以上以及我們這隊是50會以上 好來高端的朋友 高端的朋友第10期 你在10月6號之前 符合已經接種疫苗第一期 間隔4週以上的 那一樣在10月3號10點到10月4號4點 你要上去預約時間地點 預計施打的時間 也是在10月6號到10月12號 好來跟大家報告 我們現在呢 後面27到29就現在那個住的VNT 這是在預約平台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高端 9月30以及10月2號 那68歲以上莫德納第二季 會在10月1號到10月6號 所以你摸了 六十八歲以上下禮以上 應該都有收到通知 沒有的時候請你跟川女長再問一下 好再來65歲以上 你預約到A季第二季的 是在10月6號到7號 記得你的10月3號4號 你一定要65歲以上 我們會跟你發通知 那50歲以上A季第二季的預約平台 那你在10月3號4號 記得一定要上去預約 預計在10月7號到12號的時候 會來打高端的朋友也一樣 那另外的話我們長照機構跟洗腎病患 我們A季的第二季 我們一樣幫你造冊 會從9月28號開始跟你開檔 來我們另外85所的高中職國中 我們BNT會從9月23到10月22號 那中啊大家有看到新聞 就是說我們有部分的BNT 不會付來不要緊 我們原本預定打BNT的學校 會改打流感疫苗 同樣7天以後再給他打BNT 所以你不用擔心 還是會開打的 好來拜託你 拜託你你要來打疫苗請你一定要把你的疫苗 接種紀錄卡把他切出來來去做紀錄 後來這張很重要的 才有辦法留下完整的一個紀錄 好再來 拜託大家 我們10月的疫苗很多 我拜託大家拼我們第一季的覆蓋率 所以你還沒有打疫苗的 請你快點到1922的預約平台上面去登記 那預約平台有兩種顏色 第一個意願登記 這邊你要先登記 登記給你簡訊 你這裡可以再去做預約接種的時間地點的選擇 好再來 我們公費流感 從10月1號就要開始 它有本人的改單 第一個改單是10月1號 包括醫事衛生人員65歲以上的長輩 安養院以及長照機構 滿6歲以上到國小的入學前的幼兒 孕婦還有具有潛在疾病的高風險慢性病人 BMI大於30罕見疾病重大傷病 以及國小高中職5專123年級的還有6個月之內的嬰兒的爸爸媽媽 還有幼兒園的托育人員 托育機構的專業人員 以及我們情緒業動物防疫相關的人員 拽廊底10月1號就可以開檔 如果你不符合這些身份資格的 請你在11月15號我們再來開檔 那是針對50歲到64歲沒有高風險慢性病的成人 我們就是在11月15號開始來開檔 後來COVID-19的疫苗跟我們流感 你要記住COVID-19的疫苗 那你就要7天以後 按摩7天以後才可以來做流感的 我剛才有說在學校 我們BNT有抗扳技術力沒關係 我們會先幫你做疫苗 做流感疫苗後面再補BNT 同樣會將你相隔7天以上 好 來這個就對我們八大行業比較難 因為目前中央政府也是有說八大行業 目前不完全開放 那紓困的這個補助是從9月29號 就是今天開始來申請 那他的經費呢到用完為止 申請的時間一直到10月31號 那補貼的金額就是依照你的員工數乘以4萬 3萬元是給員工 1萬元是給負責人 那無員工投保 這個在申請失業的以負責人 一個人計算是4萬元 那停業的話包括KTV、舞廳、酒加酒吧 酒店、視聽、歌唱、李龍等等 這些部分那就請你 符合資格的要上去來做申請 申請後就沒有 所以有符合資格要溯溯 來我們現在新的規定 社區辦理活動為10月吹5月後 有適度的放寬 第一唱歌 社區唱歌 我們的社區要避免共用期傳遞麥克風 然後裡面的人員沒有施打疫苗 或者疫苗第一劑 沒有超過14天的3天快篩證明 那課堂中是不能吃飯 要全程戴口罩 那維持通風良好 每兩個小時要清潮一次 後來 那社區參訪的部分 一樣 那遊覽車上面要避免飲食 還有使用麥克風歌唱等行為 一樣要全程戴口罩 踩十連至上車之前 要量體溫 保持社交距離 活動參與的人員要打疫苗 那如果沒打疫苗的 一樣要有三天快篩的一個證明 介紹我們這個中華的休閒農業 各位這個疫情四個多月來 大家都在家裡都沒想到出門 漸漸現在疫苗也差不多了 我們也大家都有戴口罩 我們的疫情控制 尤其我們中華控制得這麼好 今天賺這個機會來給各位介紹 剛才館長說的二字被休閒農業區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二林斗燕休閒農業區 剛才在我們中華的西南角 我們二林斗燕休閒農業區 旁邊宏萬也是有位在 我們的這個斗燕休閒農業區 所以除了剛才館長說的 可以來我們追溝 我們鄉定正常多火靈稿的 也是在我們宜林 宜林除了火靈稿以外 還有我們的佛島 佛島也是在那個 尤其是我們的釀酒葡萄 也是在我們宜林 現在有十多間的酒葬 是我們全台灣最多的釀酒葡萄 不管是白不得的 金香葡萄 或是黑不得酒的紅葡萄酒的 黑候葡萄 都在我們宜林這裡正常 除了我們可以來這裡萬水垢以外 還可以大家看到這裡有商品 可以在水殘裡面 來溜滑梯 蕩鞦 還可以打我們的排球 這些都很多很多很好玩的 如果萬水垢水殘算不夠 還可以去我們的房間 坐我們的海域 我們剛才看到萬水垢的地方 我們剛才說有火靈稿 還有芭樂 還有佛島 我們這個營的火靈稿 有紅的 有白的 很多 還有大顆的 可以大家來這裡 實質上來體驗 來溜我們的水垢